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好看 它要是给我 我一定不会带的 我一定会把它装起来 还有不仅有红色镜片还有橙色镜片都特别好看 所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你知道有个东西有时候它并没有那么有意义 也没有那么的好看 也没有那么的好看 但是它被 小楼唐尼它戴上以后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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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会自己跟它要的 但是你知道 跟别人要说 你可以给我你的墨镜吗 这个不太好吗 你觉得橙屁很流行啊 其实你发过多的时候 可能不会再比它放橙屁吗 还是没有关注 放了 放了 最近还好 我觉得最近感觉 没有什么人在夸我的 反而用心看剧感觉就是 他们现在都直接 就是开始用那种 那叫什么土味情话什么 土味情话你就奥特了 没有他们 他们现在依然很喜欢那个 但每次机场都不会放戏 由于你再喜欢土味情话 没有我一般都 就是这个耳朵听下去 那个耳朵就知道 所以感谢对你放橙屁 那些是小气 那还小修作 我也不知道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种 你应该也不会这样 其实过年回家的时候 爸妈妈就会说 来唱首歌 就那时候你的心情 就是跟那个其实所差无几 就是差别那个 是不是 那个就比如说你今天回家 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 今天作文考了 他得了满分 来快把你的作文念出来 他可以带大家伙听听 然后那个时候你的感受 其实就是跟那个时候感受差不多 就是那种 就的确是好睡 但你真的是 如比的害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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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开心的话 平时我工作人员跟我说 咱们待会点完滴瓜丸 我会特别开心 因为滴瓜丸 有时候真的能给我很多力量 还有一个特别开心的话就是 因为最近特别喜欢看话剧 对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跟我说 他订得到了一场话剧的票 我还挺开心的 因为 就因为 你只要有时候话剧的票 就会提前一个月定 那我有时候尽量会错过很多票 还有就是 一起打游戏吧 不可能吧 有别人夸我 别人夸我吗 对啊 你应该要看哪方面的 我觉得演员嘛 我的确是别人夸我演技好 我真的会特别自豪 因为我觉得 等于就是 别人评价你的工作能力强吧 我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了 是吧